今天我们来做古早味姜汁豆花 材料有 豆花粉2大匙 温水100ml 等一下它们要和豆浆大概1000ml混合 首先把豆花粉放到容器里 要找一个耐热的容器 拌一拌 确定豆花粉没有沉底 然后等一下找一个垫子垫在容器下面 免得把台面烫坏了 这时候可以关火 已经气消了 打开电子压力锅 按沙特 一会儿 把味道煮得更浓一些 你可以看到豆浆看起来很浓郁 按沙特之后 一定要煮到豆浆煮开 豆浆一定要煮开之后 我们才能够做豆花 做豆花 这时候可以把插头拔掉 我们准备要来做豆花了 用手拿着容器 稍微晃两下 几下 确定 豆花粉没有沉底 就可以了 这时候 这时候我们把豆浆拿起 小心非常烫 然后我们要用冲的方式 把豆浆冲到豆花水里头 好 记得刚才我们记得 一千细细大底 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就倒到那个 刻度就可以了 好了 这样子就是豆花 但是不要动它 要静置至少三十分钟 这时候我们把剩下的豆浆 倒一杯 来喝 那就是热乎乎传统 印象中的 豆浆 完成了 撒花 这是豆浆和豆花同时完成的步骤 等冷却一会之后 加上盖子 欢迎大家试试看 这一个动作可以把豆浆和豆花同时做好 谢谢